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奇幻惊悚美剧 致命是二天 每集一个怪谈小故事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故事 诅咒蛋糕 男主阿丹是一名美食主播 说是美食 偶尔也会因粉丝要求吃一些难以下跃的黑暗料理 这天阿丹收到了一款匿名蛋糕 以为是哪位好心粉丝送的礼物 于是他决定在直播间当着粉丝的面吃下去 这款血红色的蛋糕不但卖相难看 味道也非常的恶心 里面还夹杂了长长的头发丝 阿丹吃了两口就再也无法下咽 匆匆结束了今天的直播节目 老铁们,别忘了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么么哒 当天夜里阿丹的床边突然出现了一位披头散发的女子 她凑到阿丹的耳边轻轻说道 阿丹被诡异的声音惊醒 随后就赶到胃里整番将倒海 来到卫生街疯狂呕吐 竟深深呕出了一大团头发 阿丹意识到这是蛋糕出了问题 第二天一早就随着蛋糕盒上的店铺找上门讨说法 吃的是蛋糕,涂的却是头发 你们家的蛋糕不但难吃,还特别有魔力啊 然而打开盒子的一瞬间阿丹愣住了 明明已经被吃了一口的蛋糕 此刻居然完好无损 原来蛋糕是店里的服务员悄悄送给阿丹的 阿丹追上了服务员小哥 小哥自是逃不掉,只能向阿丹摊牌 表示这是一块诅咒蛋糕 传说多年前,图心症有个蛋糕姑妈 她会很热心地做蛋糕分给别人享用 可因为外向难看 没人愿意尝试她的蛋糕 甚至还会将蛋糕转送回来 蛋糕姑妈非常伤心 一夜之间就有消失的无影无踪 从此,图心症便出现了这块诅咒蛋糕 只要吃下第一口 就会受到姑妈的诅咒 吃进嘴里的所有东西都会变成一堆灰尘 一直到第三天 姑妈就回来取你的性命 唯一的解咒方式 就是在三天内将蛋糕转送给其他人 一位可怜的流浪汉想尝尝阿丹手里的蛋糕 却被阿丹拒绝 因为他不想伤害无辜的流浪汉 阿丹将蛋糕送给了一直与自己关系不好的恶舅舅 送完蛋糕的阿丹如实重负 特意准备了一大桌子美食 毕竟他都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了 然而美食刚入嘴的一瞬间 所有食物只要吃进嘴里就会化为尘土 阿丹打开冰箱寻找食物 突然蛋糕姑妈从冰箱里伸出手 一把掐住了阿丹的脖子 冷冷地告诉他 还剩下两天哦 原来恶舅舅并没有吃下阿丹送来的蛋糕 阿丹从垃圾桶里找到了被舅舅扔掉的蛋糕 他还剩下两天的时间 为了活命 他在直播上召集粉丝们来到他家参加一场美食派对 只要有一个粉丝吃下蛋糕 他就自由了 粉丝们如约而至 派对也进行得非常热闹 然而始终没人愿意动那块恶心的蛋糕 阿丹像个疯子一般请求粉丝们尝一口 最后不得已掏出钱包 只要谁能吃下一口将能得到一百美金 一听说有钱拿 人群中一位长发男跳出来跃跃欲试 可就在他准备吃下蛋糕的时候 阿丹的胃中竟再次翻墙倒海了起来 他在重不睽睽之下 从喉咙里掏出了一大团头发 这一幕惊呆了在场的粉丝们 长发男也再也没有了食欲 丢下蛋糕匆匆离去 我说你好歹把钱还给人家 刚才被切碎的蛋糕依然完好如初地摆在了桌上 蛋糕姑妈冷不丁出现 阴森地挤出了两个大字 阿丹打算将这块蛋糕送给门外的流浪汉 鸡肠碌碌的流浪汉非常高兴 因为蛋糕是他最爱的食物 阿丹本可以就这样一走了之 可刚走出几步路 他却改变了主意 他不想伤害这个可怜的流浪汉 于是他又抢回了蛋糕 打算一个人扛下所有诅咒 阿丹已经三天没有吃饭喝水 此时的他精神萎靡 拍下了告别视频 等待蛋糕姑妈来索命 鸡肠碌碌的阿丹只能再次尝试蛋糕 刚吃下一口 阿丹就开始抽搐 一瞬间 他的思绪竟跟着蛋糕姑妈闪回到了过去 原来蛋糕姑妈身体很漂亮 他每年都会亲手为侄子做下一块蛋糕 可侄子一口都没吃过 还将蛋糕送了出去 没想到蛋糕几经转手 又回到了姑妈的手里 姑妈很伤心啊 他执着地将蛋糕塞进了侄子的嘴里 非要他尝一口 却不想 侄子反抗中不慎将姑妈杀害 这到底是有多难吃啊 侄子宁愿杀人埋食都不愿意吃下去 画面回到现实 此时此刻阿丹才明白 蛋糕姑妈不过是希望有人能够吃掉他的蛋糕罢了 于是阿丹开始胡吞海塞 狼吞虎咽 与此同时 姑妈也从冰箱里缓缓爬了出来 姑妈的蛋糕着实难以下咽 阿丹边吃边吐硬是吃了个干干净净 姑妈还仔仔细细检查了阿丹的嘴巴 生怕他没有咽下去 直到阿丹昧着良心说蛋糕好吃 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破除诅咒的阿丹重新回归做了一场直播 还特意邀请门外的流浪海来到家中做客 分享蛋糕大餐 阿丹仅凭一级之力 就能让蛋糕姑妈安喜 是整个土星镇的工程 与阿丹同驻土星镇的年轻人阿伟 也是一位网络红人 他靠着整骨年幼的弟弟吸金赚粉 像是在弟弟的面包上撒爽生粉 给他的脸上画胡子 弟弟被他各种整骨计划折磨得苦不堪言 爸爸找到阿伟谈话 弟弟还小 阿伟不该这么欺负他 万一给他弄出个心理阴影来 阿伟更是承担不起 这次谈心之后 阿伟消停了一阵子 可没想到粉丝们看不到整骨 纷纷威胁阿伟要取关 望着整日掉粉的账号 阿伟决定这次玩票大的 他从古董市场花一美元 逃来了一个叫做罗伊的玩偶 传说罗伊是圣诞老人的工匠 只需要将愿望写在纸条上 罗伊就会在你熟睡后帮你实现愿望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致命录影 罗伊看起来历史悠久 全身破败不堪还有点掉漆 阿伟在罗伊的帽子里装上了摄像头 用来观察弟弟幼稚的一举一动 以便于将视频上传 让弟弟在网友面前出丑 可爱的弟弟对着罗伊许下了自己的圣诞愿望 包括放大镜和一支玩具枪 当天晚上阿伟被突然出现在床边的罗伊吓醒 他当即打开了电脑 查看罗伊帽子里的摄像头拍下的录像 只见录像中 罗伊一个人跳下了柜子来到了阿伟的床边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灵异事件 可阿伟却认为是弟弟搞的鬼 哦和 小屁孩还学会反击了是吧 为了抓弟弟一个现行 阿伟特意在家中装满了监控 想看看能不能拍下弟弟恶作剧的过程 接下来的几天 罗伊总是会非常诡异地出现在他的门前 阿伟向父亲抱怨 弟弟故意用罗伊吓唬自己 可爸爸却说弟弟并不在家 奇怪的是 圣诞树下被莫名其妙 摆满了送给弟弟的礼物 父亲以为阿伟又想整蛊弟弟 于是逼着阿伟拆开了礼物 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礼盒里居然是一些恶心的虫子 以及动物的尸体 父亲大发雷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准再整蛊你弟弟 你怎么就是死心不改呢 阿伟也是一脸的懵逼啊 因为这些圣人的礼物 压根就不是自己准备的 被父亲狠狠熏持了一顿的阿伟怀恨在心 哼 一定是弟弟搞的鬼 为了报复弟弟 阿伟将弟弟最爱的罗伊塞进了烤炉 望着被烤得面目全非的罗伊 看后老实的弟弟被吓得哇哇大叫 这波操作给弟弟留下了不小的细腻阴影 当天夜里 由于父母外出 家中只剩下阿伟和弟弟两人 可阿伟却发现 原本应该在房间里睡觉的弟弟失踪了 阿伟并不在意弟弟的安危 反而打开电脑 准备将弟弟这几天对着罗伊许安的视频传上油管 阿伟注意到 前几天弟弟对罗伊许的愿望还算正常 也就是放大镜和玩具枪之类的东西 或许是受够了阿伟的折磨 第三天弟弟向罗伊许愿 希望能给哥哥一些虫子吓唬吓唬他 此时阿伟才明白 礼物合理的虫子并不是弟弟准备的 而是木偶罗伊 这个看似丑陋的玩偶真的如传说中的一般 能够实现主人的愿望 阿伟突然感到心里有些发毛 他掉出了隐藏在罗伊帽子里的监控 却见弟弟正带着罗伊爬上了屋顶 他对着罗伊许愿 希望自己的哥哥阿伟能够消失 听到命令的罗伊当即从烟囱跳进了屋内 来到厨房拿了一把刀具 望着正在行动的罗伊 阿伟吓得不知所措 为什么弟弟会对一个玩偶如此亲密 那是因为弟弟一直都知道罗伊是活的 起初弟弟还对哥哥阿伟抱有善意 但是身为长兄的阿伟 因是把天真烂漫的弟弟整骨成了疯子 阿伟想逃走却发现家中门窗早就被封死 就这样 不爱恶作剧的阿伟被罗伊给追上 一刀一刀捅死 为自己的无知自大不知轻重付出了代价 当天夜里 弟弟抱着已经被毁容的罗伊来到了镇上的剧院 门外是曾在第六集中出现过的四个索命的鬼娃 弟弟带着一脸的冷漠 尽之泽尽的剧院里 三个穿着一席黑的男子站在门口 神色诡异 宾客们并不知道 一场危险的盛宴即将开始 阿伟的做法用一句先后语来形容就是 毛肯里点灯 找屎 阿伟的扮演者是1998年出生的新生代网红米奇莫菲 他在全网拥有400多万粉丝 今年22岁的米奇莫菲 还是位年轻的导演 编剧 制片人 作品包括幻想曲 英雄马克星等 另外他还经常会在网上分享自己拍摄的视频 像是恶作剧 各种作死挑战 以及他的日常生活 第一个故事中 男主阿代的扮演者则是1984年出生的美国演员杰森布拉尔 他的颜值和身材自然是没得说 只可惜杰森布拉尔的演出作品并不多 大部分都是一些不前的小角色 代表作品 霍传姐妹第一集 爆裂鼓手 还有一部非常恶趣味的奇妙烂片 《留学生大战僵尸》 这片名 听谁就带劲啊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